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先生 在贵国的监狱里 请问 我有什么说谎的条件 人道探视 是囚犯与家属的天赋权利 我要求贵国 如果不欢迎我去探视 必须要开放 让国际人权组织 以及中华民国的陆委会 代表我去探视 现在中国把这样的一个 言论自由的限制 要延伸到他的家属李静瑜 告诉李静瑜 你出来嘴巴封起来 你没有言论自由 你如果你要探视李静者 你就把你的嘴巴封起来 我们也在2月4号除夕这一天 我们发起了一个 陪李静者一起吃年夜饭的网路行动 希望大家在2月4号这一天 不管你在做什么 在吃年夜饭 或者你在搭车返乡的时候 你都可以同时tag 李静者的元素账号 以及陪李静者一起吃年夜饭的 这样一个行动的hashtag 让台湾社会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台湾人是因为他的言论 网路言论而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面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家 李静者 去年的12月24号的记者会上面 我们说明的这个当事人 转述的这些事实呢 中国的四山监狱说 严重跟事实不符 因此禁止 家属跟李静者见面 三个月一直到4月22号为止 那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我们已经都要 回去跟家人谈去过一年了 那中国政府呢 再次的用这样的一个手段 去禁止家属的探视权 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那李静者的救援大队在这边要于谴责 那在12月24号所召开的记者里面 所说的内容 包括家属被退回来的书 这个都是上次定于带过来 就摆在大家面前所被看到的 包括他的亲情的电话卡 一直没有办法开通 这个都是在家属这一端 就可以确认的事实 那其他的部分包括说 李静者的体重下降了30公斤 或者是他的保暖衣物被监狱丢弃 他的现金账户被冻结 超时工作 然后这个腐败的食物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当事人所描述的现况 我想家属跟当事人都没有必要说谎 故意说谎 然后去换取这个监狱给他们的惩罚 湖南省赤山监狱的告知书 上面写的 李静云 李于2018年12月18日到湖南省赤山监狱会见罪犯李明哲 李明哲后广顾事实 公开发表的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 干扰了监狱的正常执法工作 有碍罪犯李明哲的改造 根据司法部罪犯会见通信规定 第12条和湖南省赤山监狱罪犯会见通信管理办法 第25条的规定 我欲决定暂停你会见对办李明哲三个月 暂停会见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4月22日 其他符合会见规定条件的申请会见人 可以依照规定会见 这就是他们所发布的 李明哲跟我的会面 在贵国政府的监视中全身进行 我返国后举行的记者会 只是如实地称述了我所听见的 以及我所看见的李明哲的属性 我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他是那么样急切地交代我说 你就给我记下来 回去讲 回去台湾说 去到处说 说给全部的人听 我还有一堆没有说 他们要再这样继续乱搞 要搞大家来搞 我看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书 甘心还是很屁股 还叫我签同意退回 那是因为我不想为难底下拿来给我签的人 我只要做决定的人不许他 你就到处去讲 到处去讲 我还有一句没有说 在我判见的那三十分钟 紧切地告诉我的话 贵国声明 无罔顾事实 公开发表的言论 与事实也做过 那么 请贵国 直接公布贵客的录音 录一代 那是一个群人监控的过程 当中国政府不让家属定期的探监 其实就违反了关于在压人士的权力 的这个国际人权标准 而且李明哲他的健康状况 其实是令人担心的 刚刚前面都有提到 所以当家人不能探监的时候 在完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形下面 更有可能发生在监狱中继续受到酷刑 或其他不人道的待遇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那如果中国呢 真的认为家属 或者是救援大队 在12月24号的 这样的一个记者会的内容呢 是说谎的话 我们希望中国呢 开放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过去中国探监 让所有台湾人 包括所有全世界的友人 都可以过去中国探视李明哲 让我们可以看清楚 到底是中国政府在说谎 还是救援大队跟家属在说谎 请中国政府开放让所有的人 到中国的赤山监狱去探视李明哲 让我们看看到底是谁在说谎 那接下来中国在三月的时候呢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大会的时候 他们也会去宣布 去年11月的土培经理审查的结果 我们也要在此再次的去呼吁 国际的社会 以及联合国的大会 要共同来关注中国政府 侵害台湾人的人权捍卫者的言论自由 人身自由 以及他们目前在监狱里面 所得到的不忍道的待遇 并且共同的家履谴责 因为真的两心患长期被关在一个 与时隔绝的一个状态 他的确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境 做一个心理上的自我挖进来 所以我才会说 我去探见了三十分钟 是把外界的讯息告诉他 你那时候说 我没有太多人的时间去调查 我没有太多人的情感 我只有把不断地讯息 不断地讯息 不断地讯息告诉他 世界没有忘记 我会去找个基础 自己在社里的讯息 发好传统 我听完和李银正 在地独说的表述 我跟他讲 我会去找这个 走到全世界 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 想要听你处境的地方 我就会去说 说给他们听你 我全国的事情 吸引来 我毫ı 哦 我 在国子三国 我 很 我